匆匆给予这样做 鲜冷入味又好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腦阔整理 腥味重物 腌制十分钟 现在来准备一点泡菜 泡黑椒切水 泡姜切水 泡青菜切水 全部再摘几下 摘水一点 老姜切碎 大蒜切碎 几个切破的蒜 一把小葱切成长结 两勺皮鲜豆瓣酱 再细 加两勺清韵火锅的料 在两种按一比一 腌制的鱼中加入清水 这样透洗一下 煮出来的鱼就不费有腥味 做其他鱼也是一样 腌制后透洗过多部分有腥味 一勺糖 放一勺猪油 花椒 倒入泡菜 炒几下炒香 倒入姜和蒜 炒香 倒入豆瓣酱 一勺猪油 继继继继续 一勺的关键是这样炒的好 这样慢慢的颜色和红油都炒出来了 倒入开水 一勺烙灯 击净 白糖 深测 烧开后放入鱼 这样糖蒸 粘到鱼就可以了 融下火煮5-6分钟 现在已经好了 把鱼捞起来 放入大盆中 剩余的汤汁中 倒入小葱 倒入水淀粉 把汤汁稍弄出一点 到鱼上面 今天的葱葱鱼就做好了 鱼肉鲜嫩入味 里面的汤汁太鲜了 喜欢的朋友 你也可以试试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